安踏体育 刚才给大家一个关键位置 先看看今天的形势 开市跟随大市回市低位93.5元 然后充满上来大概96元左右 再远一点 但是高位 低位明显高过开市之后的低位 然后在两点后一下急升 一直在高位 很厉害增持 最后收98元 最高见到98.2元 98元 是比加权平均价96.57先三位高的 股份的历史波幅是63.3元左右 也不小 恒生指数的应该是3倍 3倍 就 没有3倍了 27来两倍 两倍多 两倍多 接着再看的就是 非省的主动买股比率收市得54.46 和大市一样也不配合上升动力 虽然陆德资金正主动买入 2.2480万 占成交金额约10.35% 今天升市 看红色加蓝色明显成交缩减 不配合升市 不配合升势 卖孔金额比率略为上升到19.96% 今天的即市支持位 在下方一路数上 95.7 曾经是增持 接着 推到97.7 即市支持位 第一角已经是97.7 然后先到95.7 特别要看 97.7 因为是最长的 再看标准自动对盘 大户做了 41中成交 交团平均97.46 6.4 主动买股比率也不配合上升 同力是49.51 还要低于50.50 那就是不一样 主要托着股份的今天是 这间 高盛亚洲 托着96.11.2 而押着有三间 巴克维亚洲 Morgan Stanley 广发证券 压着 平均96.3 图表 安踏体育2020 阴阳足的日线图 看起来 今天 昨天 昨天最高是见过98.7 今天是98.2 收市位 昨天是95.95 今天是98 看下这个高位 是95.5 95.5 昨天高过收市位 今天也是高 所以 这个95.5 我一开始和大家说了 这个是短期的关键位 连续两个交易 在这 上面收市 希望 明天 都是在报位上收市 那就好了 如果明天再在上面收市 保理交通道的 顶部 会进一步上移 是会创近期的高位 很大机会 不一定的 看看升多少 高位的时候 市况 以升难跌 而这个SAR極点高位 昨天做出的 是98.7 今天 是没有破 所以 一两个加日 即是 什么时候 给 明天 给明天 就 给明天 再给后日 最多 一日 两日 一日 再给明天和后日 在星期四 星期五是假期 7月1日 如果 还是 高不过 收市位计 高不过 98.7 就要小心 高的就没问题了 上边在网上 这高位 106.32 106.32 这个 跌浪的起点是由这里开始的 75.7 开始 75.7 半 75.7 半 开始 上到95.5 半 最低是 获得回来 是 82.7 82.7 这下再上来 我们先看看指标 除了SAR 保持交通道之外 RS,I,ST,CM,AC,D 全部都是利好的 DMI就是因为ADX低于20 我们不看 短期形势 是这个股份 显出向好的 所以有条件再升 目标升到多少呢 视频道 这样 就想成功了 我们先教扣 我们先教扣 这双型势 我们先教扣 我们先教扣 告诉我们 我们先教扣 那 也 我们先教扣 我们先教扣